好 主播观众 持续来带您关心北检的这一新情况 那么刚刚呢 发生了一起突发的事件 就是一名小草呢 他站 他坐在这个北检门口的第一排 也就是头像位子 而且他正中午 所以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蛮热的 所以呢 他整个人昏倒 直接碰摔在地上 头整个撞到地板 所以呢 因此是蛮大声的吓到所有人 而且旁边的小草呢 被吓到之后呢 也赶紧来查看他的状况哦 那么现场也是有医护来待命的 所以呢 现场看他的检视他的伤情情况哦 就是发现说他是一次有癫痫的一个状况 而且据我们所了解的这一名男子呢 他待在这里已经有长达两天的情况了 所以其实热中暑呢 还是有癫痫的原因 都还有在送医之后检伤才会知道 那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呢 现在一辆救护车停在这个北检门口 就是再送这一名男子 就是刚刚昏倒的小草 那么现在已经送上救护车 准备开往最近的台大医院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旁边的小草也是相当的担心 所以呢 刚刚我们媒体在 直击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小草也帮忙拿着这些纸板啊 还有瑜伽垫挡在旁边 就是要可以方便让这个医护来检视 他一个受伤的情况 那么也就了解说 除了这个小草以外呢 就是前副市长彭震生他在北检里头 那在开庭的时候呢 疑似有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呢 他也是叫了救护车 那我们刚刚也独家拍到这个画面 大概有三秒的左右 那一台救护车呢 是从北检门口来通过 也就是在12点14分的时候 通过北检门口 一路往右转的方向绕了一圈 绕到地下室里头 再送这个彭震生 也是同样前往这个台大医院 那么他们在稍早表示说 他有服用一些药物 不过呢 还是相当的不舒服 所以才会紧急送医哦 那么现场我们掌握到的是 除了小草以外 还有彭震生 都是有送医的情况 那以上现场这新音 把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